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真男的 我们心何尝清净 从什么地方看 从平等看 如果心真的清净了 一定平等 真正清净了 一定万法一数 我们与一切大众相处 幻而是有真爱 这个我喜欢他 那个我讨厌他 那这哪里平等呢 有这个念头在 心就不清净 就不平等了 我们讲修行 修什么 每天念多少圆经 念多少深佛号 磕多少个大头 没用啊 那就装模作样啊 那就是装模作样啊 韩山师的当年在郭庆寺 厨房里面呢 做苦工的 一个是在厨房里烧火的 一个是在厨房里烧火的 风干呢 风干呢 是 聪明的 跟六族在黄梅干相同的事情啊 风干是阿弥陀佛在来的 他们看到 初一世无翁 这个大殿上松劫 他们两个在门口 在嘻嘻哈哈的笑 说一些风凉话 装模作样 这是说明了 佛法 重是智 不重现实 行事是做什么用的 行事是表演的 这个主要想的 就跟演戏一样 表演的 初一世无大家在一起 是守着一规 规规矩矩矩 整整齐齐表演的 给谁看 给那些外面的 粗修复的人看 不修复的人看 让他们看到这个场面 肃然起敬 诱导他入佛门 是这个意思 这个一定要知道 我们做 所有一切法会 他用意在此地 这借引广大的群众 这是演一台戏 给他们看 目的是借引他们来 真正修行 是在心理功夫 这个要晓得 所以往往真修行人 他不注重这些表面工作 但是并不是说 这个表面工作是不对的 小的表面工作用意在哪里 他有无量的功德 他有无量的功德 这个就是 十八愿王里面称赞出来 这个确确实实 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讲的理论 是真好 真高真妙 方法也好 简单 但是做起来真的不容易 可是并不是说不能做 问题就是 你肯不肯做 那不是不能做 比如说 布施建立放下 你肯不肯放下 这个放下 布施 实在讲的时候 你把这个钱都捐出来 捐出来多麻烦啊 费那么多事情 连捐的这个念头都没有了 这叫真放下了 捐我还想到哪里去 还在这 这不是啰嗦 你还是放不下 放下 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 有也好 没有也好 脑子里头 心里头 念头都没有了 那财也真的写掉了 五语六成明文立阳 要统统放下 事出世间法 一切放下 那我还学什么佛呢 统统放下 你就成佛了 你不要学了 你成佛了 你还学什么 佛跟凡夫不一样 凡夫放不下 佛统统放下了 你看那个佛 不学就成佛了 你看多自在 所以一定要从这里下功夫 开始要练习 因为妄想分别执着 是我们无时节来的习气 说得容易 做得难 哪有 射放下 马上就放下 没那么容易的事情 一定要认真努力 去学习 去锻炼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